走入此季众人姻缘千百种 共同点时向善以念心 彰化岁莫祝福受证承担 写下生命新篇章 日本三一一灾难 此季长情守护多年 朱家丽辞大毕业之后 前往日本进修 拿起摄影机记录跨国界之爱 把握当下做对的事情 从日本回来台湾之后 那时候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那才会更体悟到说 不好好的即使付出是不行的 捐水救人无损己身 朱家丽是见证者 充满爱心的他父母亲都是慈祭人 传承加封传续佛法 55岁的萧碧云 在花莲及彰化的静思书轩 当志工多年 总是乐于付出 用心在当下 十几年来我一直没有离开慈祭 不能再让丧人再继续等下去 有信心有愿力 再重的责任都能挑得起 菩萨就是要关怀天下苦难众生 我们要用爱施以众生 把爱的能量汇合 散的方向紧进 珍惜此季音缘 入人群带动爱心 戴安新闻关联料学信 张华报道